常常神龍在診所外排隊等待 美國紐約突襲室開打喉鬥疫苗 消息一公布立刻吸引上百位男性 搶著接種 全美喉鬥病例已來到173例 光是一個紐約市就包辦30例 讓當地民眾陷入恐慌 但消息才公布兩小時 市政府架設的預約網站就差點被塞爆 南韓也在二十二號通報首起喉鬥病例 一名外籍旅客和反國的南韓人 因為有類似症狀就一隔離 才相隔一天就確診 恐怕以和多人接觸 但為了振興旅遊經濟 南韓月初才打開國門吸引旅客回流 沒想到這一開已讓機場入圍破口 喉鬥病例在全球急劇擴散 截至目前已有48國通報約3200起案例 世界衛生組織也宣布將盡快討論 是否將喉鬥列為國際公衛緊急事件 至於我國機關數也在官方網站 將喉鬥列入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並會密切監測避免病毒踏進國門 三零新聞這次報導